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課程 當然這課程的名稱其實就跨了等於三個專頁 第一個就ChargeBT 那ChargeBT的話主要現在 它其實基本上它定義就是全能的啦 什麼都可以 但問題我們不需要它全能 我們只是希望它能夠幫我們產生 用哪個函數的公式 跟幫我們寫出VBA的程式 這樣就夠了 其實就很厲害了啦OK 那以前的話呢 如果你想要知道說 比如說你有個問題想要用哪一個函數解決的話 那以前真的很麻煩 以前的話除非你是一個 對於這方面很熟悉的人 不然的話你怎麼知道哪一個函數可以用 對齁 那現在的話因為有ChargeBT 你只要跟它描述 可是描述有時候要描述很清楚 還不需要寫很多啦 其實最重要是重點要對啦 OK你不要寫了一大堆都沒有重點 都不是太要的 或者說你敘述的方式是還聽不懂的 那當然結果一定是就是不OK啦OK 可是要怎麼樣描述 它才能夠懂 OK那後面我會舉一些範例 所以以後的話 我看你們乾脆就照著那個範例吧 就等於範本 不要寫錯就OK 其實我用的方法也還蠻簡單的 反正就是有固定的步驟 你這個步驟對的話 你這個步驟對的話 理論上應該產生的結果 也不會差到哪邊 另外呢更不要說寫這個VBA的程式 那這個寫VBA程式的話 以往要把它學會 就已經很花時間了 那更不要把它增加會寫程式 那更不是說你會了就會寫 很多人會但是寫不出來 很多嘛 寫了半天 那而且我發現有些人很認真 但是真的應該沒有天賦吧 我覺得好像要寫程式 但是還必須要有一點天賦 有沒有 你可能第一個 你我發現可能記憶力要很好 或者你要寫一大堆東西 你看程式的規則有多少 一個都不能犯錯 你要把所有的規則都記熟 你一個都不能犯錯 而且不能寫錯地方 寫錯那個那個一個 標點符號寫錯都不行 第二個的話呢 要非常的細心 因為哪怕你這個程式裡面 百分之九十九對錯一個地方都不行 而且錯了你要知道哪邊出錯 哪那麼厲害 所以你沒有一段時間 真的沒有辦法開始寫程式 但是現在有那個QRGB 我覺得真的讓我顛覆我以前的想法 我剛開始會認為說 這個應該是玩具應該沒辦法 結果我沒想到說 我把一些問題丟給他 他寫出來程式居然都對 而且甚至寫出來 有時候還比我感覺我自己寫 比我自己寫的還要更厲害 那我寫 我想說那我幹嘛自己寫 我就找你幫我寫就好了 那如果寫完之後 我再來改就OK了 我覺得這樣其實可以 只是說他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我剛剛講的 你要怎麼樣讓他聽懂你的命令 有沒有 這件事情其實還是滿重要的 那這個底下是我的名字 OK 那因為我在這個領域 應該算是還滿 有點資深的吧 因為像我交易是有VBA 應該 應該超過 應該有十幾年了 應該有二十年了吧 最早其實 這個課程其實說真的 剛開始也不再知道說到底應該怎麼上 老實講 為什麼 因為剛開始有這個需求 可是沒有人知道要把這個東西怎麼樣變成一個課程 有沒有 有的時候啦 有需求的是不見得知道怎麼有系統的講 所以後來我慢慢把它規劃規劃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原則上呢 待會我會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大概第一個我是 其實也不用講 反正我的名字 如果你要找我也滿簡單的 網路上其實搜尋一下 我最早其實還滿好搜尋的 你網路上如果搜尋我 最早Google 吳老師就排第一個 不過後來我已經不再第一個了 因為後來有另外一股老師 他更厲害不是教程式的 他是教麻將的 所以你Google 吳老師好像排第一個 就是教麻將的吳老師啦 所以如果你要查到我的話 其實你查那個吳老師教學 好像就會是第一頁好像前幾個都是我的 OK 教學相關的 然後我大概的簡歷 就是最早我會開始教這個課 其實主要是因為我在那個部落格上面 寫了一大堆教學的文章 然後分享 剛開始其實也沒有特別的想法 反正我就分享 然後也拍一些影片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怎麼做 後來就有很多單位邀請我 包含就是像機械工會也這樣邀請我 那我自己也有創業的經驗 我曾經擔任過那個執行長五年的時間 那這裡有拿一些獎項 然後現在的話主要就是 擔任顧問跟上課的這樣的一個工作 所以現在也有到一些企業去幫忙上一些課 我發現現在的最大的需求就是 就是CHARGP或AI這相關的東西 能夠結合以Sale 那這樣的話可以讓很多員工有效率的工作 而且比較知道說原來AI怎麼導入 但是企業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他們很擔心說 那個CHARGP產生資安的問題 所以有一些公司又不給你用 但是又想要能夠切入AI 你又不給他用你怎麼會學的會 所以這個也很兩難 那現在的話慢慢可能會 很多公司可能還是要發展自己的AI OK 那又更困難了 你用別人的就不容易了 更何況又用自己設計出來的 那又更 所以當然這個也是未來的趨勢 這個應該也回不去了 而且不可能說他會不見 看起來好像之前有人說這個應該就是只是一個暫時性的啦 不過看起來應該不是暫時性的 有點像是我的感覺啦 有點像是這個網路新起的等於是另外一個一個新的潮流 因為最早我在學程式的時候最早那時候沒有網路 沒有網路的時候我們以前看書學 哇那很麻煩 可是有網路的時候我們用查的 後來有Google更方便 那現在感覺比Google更厲害 有沒有以Google你查到的東西 你還不知道哪一個是正確的 你看每個每個點進去嘛 那現在AI不用啦 直接告訴你正確答案就OK了 更方便 所以呢我建議各位 可以開始嘗試看看 然後這個是拿著一些獎項 這個是 然後我自己證照大概有三十幾張 所以相關的證照應該 這方面專業應該是還可以啦 然後OK 那相關的參考用書我就不再特別推啦 因為現在坊間書籍你們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那以前的話就是你要自己去把這些書看完練習完 你才有辦法掌握那個函數要怎麼用這件事 但是因為有AI的興起 我是覺得到底可以不用那麼擠著全部 反正你就先我覺得可能比較重要的就先把AI學會 應該會比看書這件事情來得更重要 所以我在想說以後那個學校的教育會不會因為這樣受到影響 我覺得是會啦 但是現在學校不太可能馬上叫學生說你就直接用AI吧 但是我會叫我小朋友 叫我女兒啦 你有問題你就問一下childVT 試試看吧 我覺得都可以得到答案耶 以後其實說真的 讓小朋友提早接觸 他會比較知道怎麼樣找到更快找到對的答案 OK 這樣他有覺得以後就不用跟他教太多 他自己會學啦 OK 好 那其他的話像VBA的話 以前也是厚厚的一本 你們自己去可以翻翻看 我想應該大部分人翻一翻之後都會想要把它放在旁邊 或者是覺得看沒多久就開始頭很痛了 或者是看沒多久就想要睡覺了 所以這種書最適合什麼時候看呢 睡不著覺的時候翻一下 馬上保證很有睡意 因為像我老婆一直說睡不著覺 我說這書給你看 他說看一看沒多久 他說我有睡 我想睡覺了 很好睡 OK 那基本上我們就要劃分五大類函數 其實在Israel裡面其實分成十幾類 可是我覺得不用細分那麼多 主要的大概不外乎就是文字 邏輯 日期時間 數學 那三角一般我可能把它置換成統計 統計相關的函數 或者是查詢 檢視跟參照 其實檢視翻譯我覺得應該叫查詢 後來好像他有改 這個叫查詢與參照函數 所以今天的話原則上我們就先開始 來看一下第一類的這個函數 所以待會的話請各位先幫我下載 我剛剛有請各位下載那個範例檔 然後呢先看一下這一道問題 那這一道問題其實它這邊有一個提示 有沒有就是希望讓它長這樣 然後中間要有需要用到AND 用到REPD用到LEN 那如果說假設我需要利用這兩個函數 幫我完成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當然如果以前的做法是什麼 按部就班 可是現在其實不妨你們可以試試看 如果用那個CHARGP的話 會不會更簡單一些 那它能不能知道你要得到什麼樣的公式 這個時候呢我是建議 第一步請各位先到那個雲端上面 我記得雲端這個位置 進來之後的話呢 將來我們每一次上課的講義 會放在雲端白板畫面這個裡面 然後每一個單元有沒有 我把它劃分一個資料夾 你打開之後 解答的話就是這個文件有沒有 文字與資料函數有沒有 程式碼你把它打開 那其實這裡面的話就是 等於是這個單元的講義 那我剛剛提到的那個相關的部分 將來我會怎麼描述說 我的資料放哪裡 這邊有個捲軸 有第幾頁 所以我將來資料放第幾頁 我會先捲到那個地方 然後跟你講說 我的資料是在第幾頁的地方 那你們可以從第幾頁去找到 我要你們找的那個資料 包含就是說像這個 比如說像剛剛的那個描述有沒有 這邊其實這個是綜合練習 這邊 如果我希望把這個問題丟給 比如說我想要寫一個公式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寫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這個敘述的方式 首先第一個 你說老師那我要怎麼啟動那個 其實這個應該大部分應該都有使用經驗吧 如果沒有的話沒關係 你就打一個 這個關鍵字 第二個的話就是你點擊 這邊有一個 第一個就是OpenAI 你點擊之後 打開之後其實就會看到 要去RGBT的 而且不用登錄 那如果像我剛剛那個問題 你可以把那個Q帽號後面這個問題 其實就丟給他了 因為我第一個問題是希望 幫我產生那個 就是如果不足3碼的話 自動幫我補零 那應該怎麼做 這樣這個是綜合練習的問題 或者乾脆直接 我剛剛那個問題就是這個 請幫我撰寫以上公式 然後我有特別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用REPT AND LE 就是指定哪個函數 然後串接的話 其實就是AND符號 如果我希望串接09 那一般習慣就是如果有關鍵字 通常我會在前後加上雙贏 讓他知道說 這是一個文字 OK 那不加他也會知道 只是說加了之後 我覺得他比較能夠理解 然後再加上F4 這個F4的話指的就是 我上面畫面看到的這個F4 有沒有 所以你就以後呢 假設你要加哪個儲存格的資料 你就直接指哪一個儲存格的坐標 有沒有 這邊是F4 F4 那後面的話通常我會跟他 把那個裡面的資料也帶過來 11 G4的8的4 和H4的7 那必須在中間加一個減的符號 最好是後面加一個範例 例如 有沒有 0911 然後這一串 那你可以把這個問題 直接 但如果你要 可以自己打 如果你實在懶得打的話 你乾脆就直接從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 這個 這個 C 然後切過來 C C 不過現在我沒登錄啦 因為之前有同學說 沒登錄比較笨 登錄比較聰明 我試試看他笨的狀態 會不會 試試看好了 這樣應該 把問題丟給他看看 他會得到正確的答案 執行一下 OK 好 也蠻快的 OK 但是呢 你怎麼知道說 他給你的東西 對還是不對 其實大概可以先看一下 上面的回應吧 他沒有特別解釋 其實有的時候 比較聰明的QAV 他會解釋說 你這個公式裡面 到底是什麼結構 我先解釋 讓你知道說 他看懂你的意思 可是這個沒有 應該會不會感覺 有點不太正確 如果假設我不管 反正我就把公式 直接複製 有沒有 然後直接怎麼樣 如果要用的話 直接貼到這邊 把它貼上 貼到資料邊 直接打個勾看看 答案是不是我要的 顯然 少了 所以他 這個真的比較笨 我之前做 從來沒有失敗過 所以我是建議 你還是登錄好了 真的 因為我現在沒登錄 我現在登錄好了 登錄一下 那你想說 老師那登錄 要不要住這個帳號 不用 我是建議最簡單的方法 你們應該有底下這幾個帳號 你至少有Google 沒有Google有微軟 沒有微軟有Apple 如果反正 這個一定 你的習慣是 我先登錄Google帳號 有沒有 你先登錄了 然後再用Google帳號 繼續就可以了 這樣就進去了 你什麼事都不用做 OK 再試一下 有什麼不一樣 你會發現 這邊會出現 你之前問過的問題 底下這邊 好啦 再來我們來試一下 剛剛再把這個問題 再複製貼過去看看 剛剛是錯的 我之前同學跟我講說 他比較笨 我還不相信 今天好像真的有發現 他真的比較笨 一樣的問題丟過去 有沒有發現 他這個就多零酒了 這個我不知道為什麼 OK 所以 所以如果你們假設發現 那個叫做什麼 你也可以跟我回饋一下 因為我真的 我剛開始說 老師為什麼我的答案 都是跟你不一樣 而且都會錯一點點地方 我現在終於知道原因了 他意思是說 後來問他都沒有登錄 所以如果你假設沒有登錄的話 其實第一個 真的好像 翹底下稍微笨一點 第二個的話 他會少一個這個回溫針 有沒有發現 那這個回溫針是做什麼用呢 對 就是你可以把ESale丟給他 也就是說如果將來 你那個問題太複雜 你不知道怎麼描述 你就直接把檔案丟給他 然後再去描述 他可能會比較清楚 所以 但是如果你的問題很簡單的話 只是一個工作表 你就不用丟給他 丟給他 他還是不知道 OK 所以你還是要描述 所以你倒不如 比較複雜的部分 那至於說你怎麼知道 到底你的ChargePT的版本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這邊有一個 就是他目前的事就是日常的 OK 剛剛好像沒登錄有一個 那個4.歐米 可是理論上如果假設我沒有用很多 應該是4.歐啦 好 那除非說你想要讓他變聰明的話 這邊有升級 升級你可以點開來 他會這樣 就是跟你講說 如果你要變更聰明的話 那你就要每個月付這個錢 20美金就可以升級了 不過目前我是覺得用起來 針對我們目前的課程內容 其實倒也不急著 但如果你覺得說你想要更快的話 其實不妨也可以試試看 那我剛剛主要演示的就是說 針對那個我們的這個綜合練習部分 我試一下 剛剛還不確定說他給的這個 這個是有登錄有沒有 你知道我試一下好了 登錄然後把這個 這個貼 貼的話一般是貼在上方資料編輯列 把它貼上就可以 那我的習慣是貼上之後打個勾 打勾表示輸入 OK 向下填滿 解決了 以前的話我們要慢慢來 我們要自己 先REPT LEN OK 然後 還有一次上課 只能做這件事 現在不用了 現在已經做完了 這個題目可以跳過了嗎 沒有啦 我待會會再細講 還有哪一些地方要注意的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呢 你先確定一下 你有沒有這個 CHARGPT 很簡單你就搜尋CHARGPT 然後我是建議 你可以試著登錄一下 登錄 登錄真的比較聰明 OK 或者你再比較看看 我說真的怎麼會這樣 沒有登錄跟登錄 真的就是 會有差 OK 試試看